Dr. Tran 就是這位Madam 說要你暫停莫善情的移植手術 刑事情報科、總督察張記之 我有理由相信 莫善情的移植手術 涉及了哈士斯剛販賣教育 莫善情做的是活體移植 我剛才跟娟乾姐在做檢查 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我是見過Donner 病人的資料是絕對保密的 手術快要開始了, 你別騷擾我病 女朋友, 我也認得你 你是CIP兩手手衡嗎? 請你跟我回警署 我犯了什麼? 根據人體器官條例第465章 禁止將移植 移植用途的人體器官作商業交易 及限制在生人士指揭的人體器官移植 你們指控得很嚴重 有什麼證據? 你進了手術室, 即是卓海的機器在你 所以我理由懷疑你和卓海 毀滅重要證據而達成這次的交易 醫生, 這個手術犯法 我希望你盡快停止 否則你也可能會被控告 你別在這裡危言耸停 我是自願捐竿的 一起依足程序, 100%合法 我不需要跟你走 你更不要在這裡阻礙我救人 Dr.J 我現在是醫院的病人 正要準備接受手術 你要抓我?拘捕令 你不知道, 他們是內部調查科的人 刑事情報科張記者總督察是嗎? 你涉嫌違反警員內部守則 警員通例 請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Sir 我們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總警司任常宇 張記者, 我們邀請你回來 是因為最近CIP有多宗 涉及高度機密行動的資料外洩有關 我們懷疑有人唯一利益出賣警隊 你明白嗎? 在香港, 你明下有四個銀行戶口 我們發現你其中一個戶口 每個月都有一筆匿名的錢傳進去 總額超過一百萬 沒印象 你可否解釋一下這筆錢的來源? 不可以 我想你不太明白自己的處境 這個戶口是我和我姐姐2004年聯名開 但實際處理人是我姐姐 你們懷疑是顧瘋一百萬 是2004年開始傳入 但警隊的資料庫 清楚寫明我2011年才加入警隊 就是說, 這筆錢 是我加入警隊之前已經存在 還有一個重點, 我想你們錯過了 這筆錢2004年開始, 只有單方面傳入 我從來沒提過款式 也不知道裡面有多少錢 上面的資料 電話、地址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不記得這個戶口 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請你回來 最主要是想清楚 從2004年開始 匿名傳款給你的人究竟是誰 你要告我的話, 我沒話可說 但我想說, 你別以為你這樣做 就可以掩飾你和你老婆范曉華的罪行 你說什麼?什麼罪行? 這件事跟我太太有什麼關係? 案件調查中, 我不可以透露 但你太太今天去捐肝救人 絕對不是為了最好心簡單 我太太因為我要換心 將心比己, 坐人自重 所以參加了家族喜倌背對計劃 但這個計劃你明白 你怎麼會知道她今天捐肝? 剛才我趕到醫院 就是為了拉你老婆范曉華 剛好你來抓我 剛才我們確實看到你太太在場 還跟她吵架 好巧, 林徑詩 林Sir, 你沒事吧? 沒事 張記者, 既然你沒有一個合理解釋 我現在要你停職, 全面接受地產 威哥, 為什麼你沒有死? 我和你繼續合作 等韓堅醫做手術那天 你就解僱他的責任 克萊欣的確是最大嫌疑 害了你停職 克萊欣這個人比韓堅醫更恐怖 我每天來這裡跟你亂, 確保你安全 謝謝